这一节我想进一步讲解期货曲线 特别是明确告诉大家 曲线表示某一时间点 交割价格相对交割日情况的快照 也就是说期货曲线上 交割日期在0月后 那也就表示现在 这是该商品的现货市场价格 这里商品是白银 现在去买白银价格大约是32美元一样私 而这里1表示一个月后 这里指的不是一个月后的现货价格 而是现在市场上 如果你同意一个月后买卖白银 一个月后期货的交割价格将是这么多 我讲清楚一些 这里给出的不是白银现货价格 未来8个月的走势 而是告诉你 现在如果你想现在交易白银 交易价格是32美元一样私 如果现在你同意一个月后交易白银 到时你将以33美元一样私进行交易 如果现在你同意4个月后交易白银 到时交易将以35美元一样私进行 如果现在我显得有点啰嗦 如果现在你同意8个月后买入白银 价格将锁定在36美元一样私 这是某特定时间点的快照 假设明天白银将会严重短缺 人们意识到白银的某种新用途能改变世界 那么明天整条曲线将往上平移 结果曲线会像这样 无论何时交易白银 白银都会变贵 不过我要说明的是 这只是某一时间点的快照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内容 我还给出了不同期限下 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紫色这里我画出的是现货价格 这是现在的现货价格 这也是现在的现货价格 但这里我画出了它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这同传统股价图很像 这里是说现货价格从32美元开始 8个月间上上下下有一些波动 这是随时间的变动情况 而这是在某一时间点处 未来交割价格的快照 现货价格会不断变化 我们再看绿色这一点的情况 最开始绿色这一点表示 你同意四个月后以34美元交易白银 这时合约在四个月后履行 但随着时间往前推进 你离交割日越来越近 往前一个月交割日将只剩下三个月 往前两个月交割日将只剩下两个月 直到四个月后交割价格将等于现在的现货价格 因为你是在四个月后签署四个月后交易的合约 价格显然应该等于现货价格 于是交割价格曲线 汇合到现货价格曲线中 八个月后的期货合约也是如此 这八个月交割价格会逐渐汇合到现货价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